我是奔姆市公安局警察博管筹券办负责人刘健 今天是2022年的2月7日 大年初期 今天一大早 奔姆市公安局金融支队李隆健 支队长 毕亚敏政委 8点钟就在我办公室等我了 要找我谈谈 对我说 如果你再继续反应下去 你可能会被双开 我说可以 我等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开除就开除吧 有什么呢 为了受害群众 我敢站出来发声 我就不怕任何的打击和报复 处理已经处理过一次了 还有什么 我们提出到所有的问题 他都不去解决 因为游选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因为解决问题的人 正是制造问题的人 他们虽然不敢解决问题 但是他可以解决到 提出问题的人 这就是现实 我不能看着一个个受害群众 那些无助的眼神 所以 我选择站出来 哪怕牺牲自己 我也会 声明举报下去 把公安局警队下的 这一批害群资马 铲除 因为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世上 你不担当 我不担当 谁来担当 都不敢担当 都不敢作为 我们的社会就管 最后受害的是你我他 你也不担当 屁股 请不吝点资马 请不吝点资马